你在鼓励所有的癌症都穿着超短裙去面试呢 如果今天所有的癌症都听了你的 穿着超短裙露个肩膀 他就是没有标准 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 他说一个长发弄得波浪卷怎么了 这位因着装问题引征制的求职者名叫小梁 他今年23岁 是湖北师范学院经济学与法学双学位的应届毕业生 别看他还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 但人家的工作经历内饰相当的丰富 从大一下学期就开始兼职 做景区讲解员 后来因为表现不错 便直接被引荐到了一家更大的旅游公司 甚至独挑大梁 负责了整个高校大学生的旅游市场 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区域经理了 在今年又加入了黄石一游旅游公司 关键他这三份兼职并不是分阶段性的 而是同时在做 所以还未毕业的他 仅凭兼职就可以月入一万五 你兼职都挣上万了 那你要专职得挣多少钱 这个原来做的这三份兼职当中 有哪一部分工作内容 或者工作方式是你觉得不能接受的 导致你想换行业的 果然这就是世界的参差 有的人上个大学是只有年龄大了 而有的人是学业事业双丰收 难怪把主持人都给整不会了 毕竟一个还没毕业的人 就能轻松月入过外 确实很难得呀 不过既然都有这么好的工作了 那为啥还要来这呢 对此小梁表示 虽然这工作来钱快 但真的没啥发展空间 而且他作为一个区域经理 经常会出去和客户吃饭喝酒啥的 还总是吃到半夜两三点才回家 对他一个学生来说 终归是不太好 所以他便想来这儿 找一个自由一点的工作 最好是管理培训生和市场营销的那种 然后小梁为了证明自己的学习能力 直接向各位老板讲述了他的大学生活 称他并没有因为兼职而落下学习 大学期间 他不仅拿到了经济学和法学的双学位 还策划组织了许多大型活动 而且每一次都会提前准备好各种具体事宜 所以他认为自己算是一个严谨认真的人 但陈老板第一个不干 表示他可没有看出啥认真 因为就小梁今天的穿着来看 那是相当的不严谨 我曾经说过 就是凡是穿的裙子短露肩板 是吧 那个求着者 工作找工作结果都不一定太好 这是个什么歪理 难不成仅仅因为一个穿着 就直接把人打入冷宫 那这面试可真是够草率的 此时旁边的于老板实在看不下去了 劝说陈老板 没必要对一个小姑娘说话这么重 毕竟小梁目前还是一个未毕业的学生 整那么严格干啥 宽容一点不好吗 我没有不宽容啊 这是行项价值百万课程的周斯敏老师反复在这个舞台上强调的 陈浩 西上一拳是吧 最多你关心的问题 她的这个简历当中说她曾经经常受到骚扰 不是我说 这还是面世吗 一个个的不问些专业问题 就爱问八卦 好在小梁还是很大气的 他并没有和其他求职者一样 发飙怒怼啥的 他直接一五一十地做出了解释 说自己家庭条件一般 需要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 所以他便经常在求职软件上偷简历 没成想 工作没找到几个 反而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骚扰信息 甚至还有花钱 雇他去景区陪玩的那种 很多吗这样的骚扰 有好几次吧 你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你会受到这样的骚扰 我觉得外形有一部分原因 然后可能 外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困扰 为什么 你自己自己抛弃一下 这可真是离离缘上谱了 何至还是受害者有罪了呗 被骚扰了还得反思反思自己的原因 涂雷老师今天莫不是有啥大病 毕竟被骚扰可不能怪人家长得漂亮 只能说有些男生确实很下头呀 我真是一讲 一个女生长得稍微漂亮点 然后呢在什么地方漏两 就会有人发这种短信 谁说的 我知道 漂亮的女人都会受到这样的费信吗 我知道 那是你发的吧 眼看场上的气氛已经剑拔弩张了 小梁赶紧出来打原场了 表示可能确实有他自己的原因 因为他的性格特别的随和 就是一个自来熟的人 所以很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 然后一位刘老板就出来刷存在感了 这样梁姐你能区分好 什么是随和和随便吗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这个也蛮关键的 我知道 不读 小梁姐我建议你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进入你的资产话题 把这个话题给删除 杜老板这话没毛病 遇到这种奇葩问题 就该拒绝回答 毕竟这是在面试 可不是啥颜值社交大讨论 万万没想到 都已经有人出来Q流程了 土里老师竟然还在反复抬杠 她今天的这身打扮 其实是很合乎于她 挺美的 但是她的这个发型各方面 让人感觉很妩媚多一点 确实是妩媚多一点 不够大方 不是 头来这有什么错呢 打扮到妩媚点有什么错 是男人 那些男人有错 他们有错 看来这位沐老板 还是很明事理的 可惜寡不敌众 厂商的一众人 都和她站到了对立阵营 尤其是那位陈老板 见有人为小梁开脱 她的暴脾气当即就上来了 竟然对着人家 这是一通呵斥 甚至连土里老师 也在一旁帮腔做事 吓得小梁直接泪洒现场 她今天来这个舞台 她可以穿这一身 她明天去别的企业面试 你穿这一身看看 她肯定进不了复世 就是这场节目怎么着了 就是因为她要给所有大认生 做一个着装的标准 我们反复在讲 你有什么错吗 这跟头上没有关系 你再鼓励所有大认生 都穿着超短裙去面试吗 如果今天所有大认生 都拼了你的 穿着超短裙露个肩膀 她就是没有标准 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 不是我说 人家的穿着 貌似也没有特别不得体吧 咋就碍着他们的眼了呢 关键人家小梁 并非有意为之 他也不是啥随随便便的人 平时出去见客户啥的 都是带着同事朋友 一起去的 咋就扯到大学生的脸面问题了 只能说有些人思想陈旧 不代表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吧 都什么年代了 穿衣自由不懂吗 再说了 年轻人穿的时尚点 不行吗 他穿成这样 我觉得现在有情商 有智商 有性商 对吧 我们这代人性商都低 但是现在年轻人 性商高点 没什么不好 我不觉得 你要真做时尚行业 某些行业 你还就得穿的 稍微像点样 小梁姐本质上这样 如果她的裙子再长点 穿不露袖的衣服 又怎么着 那些男人还会去找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根本不解的本质问题 瞅瞅人家这话 说得多在理 不像那位陈老板 就知道胡搅蛮缠 浪费时间 而图雷老师 还真就是个 见风使舵的人 见他和陈老板 已经处于下风了 便赶紧向小梁 表示了歉意 称他确实把话 说得太过了 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但忠言逆而立于行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对方好 以前也不认识你 也不想去诋毁你 真的内心是想保护你 也许这种保护的方式 是错误的 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 在这不表示向你道歉 但我们真的是 不希望那些坏男人 来骚扰你 这话说得可真是漂亮 感情闹半天 无端被骂的小梁 还得感谢他了 好在面试终于回归正题 厂商的老板 针对小梁的经历 开始了轮番提问 因为他的履历 确实非常的优秀 一个在校生 能够同时胜任三份兼职 并且没有落下任何学业 所以见得他的能力 有多强大 问起如何几天 签售200大单的过程时 他也是侃侃而谈 丝毫没有刚刚被骂哭的 柔弱形象 其实在刚才那一番的 狂轰滥炸之下 能够感受到他心里 强大的压力 他只是默默地在流泪 但是当老板问他 只想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他能够迅速地转换频道 用一个相对平和的方式 来沟通 抗压能力非常的不错 那么很明显 小梁的表现 算是得到了一众老板的青睐 所以在最后的选择环节时 足足有九位老板 愿意把他收入麾下 而且提供的待遇和培训啥的 都很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 刚刚一个劲上蹿下跳的陈老板 竟然也留灯了 有的老板说你第二轮都过不去了 他自己还给你留灯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真的互相矛盾 没关系 他给我是好的建议 我接受 谢谢 瞅瞅人家这气度 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要葛咱的话 早发脾气走人了 毕竟无缘无故挨骂这种事 是个人都不能接受吧 不过这也没办法 谁叫小梁 现在还是一个后辈 怎么着 都得尊重厂商的前辈们 况且人家陈老板说了 给小梁一个机会 就是在给他道歉 因为他的公司 一般人可进不去 这个一般 只发给硕士 或者211985 我愿意给你最好的培训 虽然这机会确实很难得 但小梁并没有 接下他的橄榄枝 而是选择了 段老板的管理培训生岗位 这也算是皆大欢喜了吧 前前到那一出 害得我都为他 今天的求职担心了 毕竟谁也没想到 来面个室 竟然会因为穿着起争议 就觉得有点点委屈吧 就觉得穿着 也不是特别那个啥 就觉得 而且专门当选 一个黑色 觉得比较得体一点 陈昊的观点吧 就是他说的 也是一些建议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求职节目 给大学生做榜样 我会细心接受的 看得出这小梁 也是个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人 那就希望毕业后的他 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 闪闪发光吧